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思想 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第一节 犹大王约亚靖在位第三年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来到耶路撒冷将成围困 但以理书一开始的历史场景 就是在南国犹大灭亡之前二十年 这最后一段历史 是非常的辛苦的一段历史 以色列人他分裂成 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 北国以色列在主前七百二十二年 亡于亚述帝国之首 而南国犹大比他多延长了一百三十六年 在主前五百八十六年 亡于巴比伦帝国之首 那这段历史就是在讲这个南国亡国之前 最后二十年发生的事情 一直延续到他们贝鲁归回 这边讲到约亚靖 他的父亲就是约西亚王 约西亚王死在埃及法老的手中 后来呢 埃及法老就立了这个约亚靖做傀儡国王 可是呢随着这个巴比伦跟这个埃及之间的争斗 互有胜负 所以呢这些中东小国呢 就是被迫一会儿需要投靠巴比伦 一会儿需要投靠埃及 仿佛他们的命运都不在自己的手中 非常的无奈 也非常的悲哀 但他们是神的选民 那为什么神的选民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呢 他们所敬拜的神 不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吗 原来北国的百姓得罪了神 不愿意悔改 神就任凭仇敌把他灭亡 南国如今也是一样 因此第二节我们就看到 主将犹大王约亚靖 并神殿宗器皿的几分 交付给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 他就把这器皿带到士拿地 收入他神的庙里 放在他神的库中 第二节告诉我们 是上帝在背后掌管一切 是上帝允许让巴比伦来围困犹大 甚至最后在犹大敌死不悔改 继续行恶 以这个约亚靖王为例 他在列王纪 他在这个历代志 他在耶利弥书里面 哇做了一大堆坏事 死不悔改 所以代表说 看起来好像是 以色列人啊 你的神在哪里呢 你的神不是万神之神吗 你们不是神所拣选的 那为什么你们会灭亡呢 答案是因为这是神所允许的 神透过巴比伦人的手 来执行上帝对犹大国的审判 这边我们要来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在耶利弥书 也讲到同样一件事情 却是说他是在约亚靖座王的第四年 发生的事情 那到底是在第三年还是第四年 圣经到底有没有错误呢 甚至有一些人不喜欢但以理书 但以理书总共分成十二章 前面六章在讲历史 后面六章在讲但以理 他死掉以后才会发生的许多的预言 那因为呢我们后来从历史的发展 跟从新约的角度 我们发现但以理书 他所预言的事情都成就了 而一些关于未来 但以理预言说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这个在启示录里面 又大量的以但以理书为基础 来领受进一步从神来的启示 确认了但以理书当初所领受的预言 未来一定会实现 那相信科学主义的人就很讨厌但以理书 所以呢他们认为但以理书并不是 在主前六百多年五百多年 透过真实的历史人物但以理所写的 他们认为但以理书是按照这个内容 应该是在主前一百六十五年 马加比王朝推翻了希腊帝国的统治 有差不多一百年左右的时间 恢复了犹太人的独立自主 所以他们认为呢 但以理书呢不是什么预言书 他是事后诸葛亮 他是在主前一百六十五年以后 等一切事情都发生完了在假托 是主前六百多年五百多年的但以理所发的预言 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预言 他们也不相信超自然的事情 他们更不相信历史背后的主宰是耶和华神 那到底这个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约亚禁作王第三年 还是第四年 这件事情也被拿来做文章 被认为说 这个但以理书很多历史的考证都乱七八糟 因为他们认为但以理书真正写成的时间是主前一百多年 所以呢 对于主前六百多年五百多年的事情 时空隔太远了 所以记忆不清 所以常常年代会搞错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个因为巴比伦他们的历法 阅历这个历法 这跟这个犹太人他们的阅历的历法 以及他们的国王作王 怎么算第一年 怎么算第二年的算法不一样 举例来讲 这个犹太人的国王 他登基那一年 按照他们的阅历 如果那一年 他是那一年的下半年开始作王 做到年底 就算一年了 照他们的阅历 所以明年的一月一号开始 就是第二年 虽然他作王还没有满一整年 但是巴比伦的这个国王作王就不一样 他们是作王的第一年 不叫第一年 是第零年 等到作王满一年之后呢 第二年才叫第一年 很像我们去坐电梯 有些国家 他的地面层叫一楼 再上一层叫二楼 可是有些国家地面层 他是G Ground 再上一层 才叫一楼 所以会差一年 那因此呢 在这边讲 犹大王约亚靖在位第三年 这个算法 是按照巴比伦的算法 而耶利米说 是在约亚靖作王第四年 是按照犹太人的算法 其实是同一年 那我们也看见呢 就是神允许 这个他的圣殿被掳掠 神也允许 这个他的百姓被巴比伦掳走 在这个犹大王国 这个之前的二十年当中 发生了三次 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 第一次就是 但以礼贝 他们这群人被掳 第二批人是以西节 他们被掳 第三次就是国家灭亡的 剩下人要被掳走 那我们看第三节 王吩咐太监长 雅思皮拿 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族中 带进几个人来 就是年少 年少呢 大概是十多岁 以这个约瑟 在创世纪里面 一样用到这个字年少 那时候圣经说他是十七岁 所以大概就是 差不多是这个年轻人 十七八岁左右 年少没有残疾 相貌俊美 通达各样学问 知识聪明具备 足能视力在王宫里的 要教他们迦勒底的文字语言 迦勒底就是巴比伦 同样的这个 王就派定将自己所用的扇 就是饮食 和所饮的酒 每日赐他们一份 养他们三年 满了三年 好叫他们在王面前示例 神容许 这个巴比伦的手来审判 悖逆的犹太人 但以理 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神是审判 神是审判 所以我们就看见 神就允许 让仇敌 把圣殿的器皿 被掳到这个 士拿地 巴比伦人的神庙里面 士拿也是巴比伦人的意思 神也允许 让以色列人里面 这些王室的精英年轻人 也被掳到巴比伦的 王宫里面去 那我们就看见 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 这几个十几岁的少年人 被带到王宫去 他的命运会如何呢 看起来好像很不错 因为这个巴比伦王 好像想要把这些抓来的 不同国家的俘虏的年轻人 把他训练成 这个能够被巴比伦文化 同化 被巴比伦的文化感染的人 以至于他们以后可以 效忠巴比伦王朝 然后再派他们回到各地 去做管理 那但是呢 这个养成的时间有三年 在这三年当中呢 有哪些人呢 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 但以理 但以理的意思是上帝审判 有哈拿尼亚 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施恩 有亚撒利亚 他的名字是耶和华帮助 由弥撒利 他的意思是谁向上帝 你留意一下中文的翻译 那个字尾是什么礼啊 什么利啊 他那个就是神的意思 Elohim的简写 字尾有什么亚啦 那就是亚未 耶和华的意思 其实呢 在旧约圣经里面 很多人的名字 都有他的意思 这四个人分别是 上帝是审判的神 第二个是上帝 又是施恩的神 第三个 谁能向上帝 既能够公义的审判 又有慈爱的施恩救赎呢 第四个 唯有耶和华 是所有愿意谦卑 悔改人的帮助 这四个人的名字 其实也是整个 但以理书里面 神要告诉我们的 四个重要的重点 可是呢 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呢 就被改了名字 太监长给他们取了新名字 称但以理为伯提撒撒 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 称弥撒利为弥撒 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 这些四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都把它改成跟 巴比伦的神明有关的名字 例如说第一个 但以理被改成的名字 意思是他们巴比伦的神 叫做玛渡神 就叫玛渡的太太啊 请你保护我们的国王 那这个哈拿尼亚的名字 被改成就是 我害怕神 我敬畏这个什么 玛渡 然后呢 米撒利的名字 被改成我没有价值 亚撒利亚的名字被改成 我是另外一个这个巴比伦神 叫做宁波的仆人 明明本来是名字都是属于神的人 但辱到外邦之后 寄人篱下 却被改了一个 是生命中有偶像名字的一个生命 的名字 第八节 但是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 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 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很可能是王的这个 所每天所赐给他们的膳食 跟饮酒 可能有这个祭拜过偶像 所以但以理他们不愿意 吃这些祭过偶像的东西 来玷污自己 可能在其他的人的眼中 能够吃王的饮食 这是至高武上的荣耀 还记得吗 在《列王记》下的最后一章 讲到约亚金的儿子约亚金 他在第二次以色列人被掳的名单当中 他被抓到巴比伦去 关在监狱里面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被关完之后 才被放出来 才准许赐给他国王的饮食 你看前任的这个 以色列国王被关了三十七年 才吃得到国王所赐的饮食 这几个年轻人 他们却不愿意 吃巴比伦王给他们的饮食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要来向你祷告 主我们的命运 国家的命运 人类历史的发展与结局 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主因此我们不要像犹太人一样 认为自己好像命运都掌握在世界 或是强权或是别人的手中 不主我们的一生都是被你所掌管的 因此我们要谦谦卑卑的忠心的来跟随你 因为你是生命之主 主啊你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知道 我们生命中该敬畏的是你 因为没有人像你 既是公义审判的神 又是慈爱守约的神 也没有人像你 是一个愿意帮助谦卑悔改罪人的怜悯上帝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